哈囉各位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Lito,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一樣 釋出一個另外一個讓人 振奮的一個消息 暗FYS 2的天梯 即將在 下個月的4號 即將更新改版 那這次來的 特別的快 就是今天的直播當中 大家從這邊的影片看到 他在5月4號 五四運動 知道歷史的就是五四運動 那這次即將的改版 那這次目前 我在官方還沒有看到PDR的測試 所以說 我必須很 很悲觀的說 這次的天梯呢 如果按照到5月4號這段時間 如果沒有任何PDR來說的話 那我相信 暗黑破壞神的2這段時間 暫時會不會放生 那全部的報復團隊 應該會全心情力的去投入 暗黑破壞神4的 開發跟研究 因為資本主義嘛 相對的來說的話 會賺錢可以賺錢的 我當然是要先去focus這一點 那暗黑因為已經是 20年前的老遊戲了 我個人是覺得說可能 暫時被放生的機會應該是不低 應該是會不低 那這些是 這幾個的話 有這幾個的話 相信大家如果說 我在追暗黑破壞神的新聞 大家都知道 那這位Raker 是暗黑破壞神的鐵組玩家 之前也爆了蠻多的料 也爆了蠻多的料 我有看到他的YouTube 之前有去追他的影片 那也獲得蠻多 蠻多資訊的 蠻多資訊的 可以看一下大家這邊話來講的話 就是說 因為這一次的天梯呢 來得太快 太突然了 比預期的終能還要短 我本來還想說 是不是6月 他現在提早了一個月 5月就結束了 所以說我個人覺得說 大家最好 如果說你現在目前 如果你有在玩天梯的話 那很多東西 很多裝備的話來說的話 可以取捨的 可以賣的 可以拋售的 或是說你想要帶到 下一次的飛天梯的話來說的話 那你現在就可以準備了 因為那個價格 會隨著你要下天梯之前的價格 會越來的越有起伏變化 還有就是說 一點就是說 下一季的天梯呢 我不認為還會有再多新的東西 即便之前還有一些新的一些符文組 應該是說那些符文組其實已經做好 只是沒有開放 就是北豹雪那一段時間之內 所以說我必須覺得說 大家可能要有個心理準備的 因為你在PTR這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還沒有任何的PTR的釋出 那還有就是說 即便你釋出了 可能遊戲的平衡 符文的平衡 那這也是一個問題 這也是一個問題 然後就是說 對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因為 因為官方既然要這樣子做的話 那我們也 對 我們也 也只能這樣子 我們也只能這樣子 因為我看到這個消息新聞 我也是 有點 有點錯愕 我必須說有點錯愕 因為我直播把它看完 然後我就傻住了 我說啊 我怎麼會這樣子呢 那簡單的說的話 我來講的話 下一季的天梯即將要釋出了 現在5月4號 那 那希望大家呢 就是說說 能夠想要多餘的裝備 或者說其他怎樣呢 開拋售了就要拋售 開留了售就要留 那 對就是這樣子 那我不認為 下一季天梯還會有太多人去衝 我已經不太認為了 我衝了兩季 我自己都覺得很累了 我最多兩季第三季 像這一季我就沒有再衝了 我就沒有再衝了 我就沒有再衝天梯 因為我個人覺得說 也夠本了 我現在也夠本了 而且換作商人來說 資本主義來說的話 一個 一個賺錢的 一個 就如同剛剛我說的 一個可以賺錢的 遊戲 的產品 我當然 我們會全心全力的先去投入這個地方 那 A2 這段 這個遊戲 什麼時候還會再被重視呢 我必須很悲觀的說 如果 A4做得爛的話 如果它的反應不好的話 那 A2的重置版可能還會有一絲曙光 那 A2什麼時候可以看得到 A4什麼時候能夠看得到 它是否真的是能夠成功 可能要等到一年後的資料片 這樣看是最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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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問我有沒有預購 對不起我還沒有預購 因為 我 我個人覺得 A4那個錢 我不如 我去買 靈克冒險 薩爾達 A4 我還有得找 而且其實也不會 比較難 比較難玩 OK 我是E6 下個影片在這邊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